你剛剛講就是 這個就是令和怪物 它可以投出時速170 真是我想像不到 比天才小屎還要來得快 結果它碰到我們的林鄉 居然就尷尬了 不知守錯了 而這次我們看到 這次的運氣 都是大聯盟的人來負責運氣 可是大聯盟運氣 它也看到 第一個cut 也都是排我們的啦啦隊 現在可以說 在整個全世界的 整個棒球文化當中 台灣肯定要占有一席之地 當然成績不如 我們必須要努力 可是除了成績之外 啦啦隊的文化 已經改寫了大家對棒球的理解 當然這是個好事 不過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像左左幕 儘管是這麼強大 可是他寄進是2001年 出生的一個年輕人 這一個cut 他原本是在跟陳冠宇 兩個人在聊天 那介紹給林鄉認識 林鄉過來 那他也知道林鄉是誰 他知道林鄉是誰 所以當他林鄉站在旁邊 其實他們並沒有交談 可是因為實在是太 不能說太仰望了 只是說太熟悉 有這樣一號人物 真正到了他的身邊 他真的就整個 勉腆的起來 好的 你剛剛講 這一次當然我們 先去講 這一次從球場 然後我要種兩種 完全不同的草 然後我今天所有的 紅土的配比 都從日本 從美國來的 然後甚至 我今天的運鏡 我的燈光 都是由美國大聯盟來調的 剛剛講的 今天拍攝的時候 他也特別去拍 我們的啦啦隊嗎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整個運鏡的部分 在空景的部分 以往來講 因為在棒球場上的畫面 是比較單一 一致性 可是你發覺 在我們這一次的 21個啦啦隊的成員當中 確實讓整個場上的氛圍 變得不太一樣 再加上他們所做的 別國不是這樣嗎 別國沒有這樣子的配位 別國沒有這樣子 沒有 真的沒有 以前我們很覺得 日本一開始覺得 日本不錯 後來覺得韓國的 整個啦啦隊很辣 可是你現在發覺 台灣的啦啦隊不只是辣 而且台灣的啦啦隊更有質感 再加上這一次他們的服裝 配的其實講實在很搶眼 所以在這一次的 整個運鏡過程當中 你會發覺 在每一局的轉場當中 他們就很自然地 把他們對這個場上 美好的風光的喜好 呈現給大家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更多可愛的啦啦隊 好 另外就是 這次大谷翔平 過去在日本職棒 還剛剛到了美國 到了現在 它真的差別很大 而且它這個六角槓 六角槓它可以取到 225公斤 其實很多美國的真的 你看到他們的訓練 你會嚇死 他們的推登的能力 甚至很多會超過 可以推登到500公斤 那所以像大谷翔平 這樣的身材 它啞鈴的話 基本上225 對它來講 上肢跟下肢 他們在整個訓練上來講 那個都是最基本的功夫 基本功夫 可是呢對他們來講 你甚至可以看到 他們在做整個福利挺身 他們拿了單臂的槓鈴 它是用40到60磅的槓鈴 再做所謂的福利挺身之後 單一 再握起來 握起來 放下 放下 不是像我們什麼1020 沒這回事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樣的基礎的訓練 已經是他們生活 最基本的一部分 而且我覺得我最 最不可思議的是 大谷翔平 你剛剛打破開 你說這樣的體格 到這樣的體格 到這樣的體格 就它的跑速 完全沒有減少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在整個訓練上來 對整個肌力的要求之外 對核心的要求之外 對整個肌耐力要求之外 更大的是肌肉的彈性 維持它的肌肉的彈性 跟爆發力 所以你會看到 這些人 你不要看它這麼粗壯 這些人的短距離衝刺 60秒 60碼的短距離衝刺 可能都只有6秒多 它的爆發力跟百公尺 在前60碼是一樣的 所以或許它沒有辦法 跑100米 可是前面的爆發力 它是勝過所有人